第二題Bird用ABC三個不同的單擺做單擺擺動實驗結果如右圖所示 請問我們ABC三個單擺的週期跟擺動式的關係是哪個圖形才是正確的 我們老師上課的時候交代過 我們看到圖形的時候要先清楚注意誰是重坐標誰是橫坐標 這題的重坐標是擺動的次數 橫坐標是擺動的時間 這跟我們一般的習慣是相反的 但是我們了解這次這個題目的重坐標是擺動次數 橫坐標是擺動時間 老師上課的時候也說過了圖形比大小的方法就是直畫一刀或橫畫一刀 我們橫畫一刀的意思表示我們有相同的擺動次數 比如說一樣擺動十次 我們發現C花的時間會比較長 A花的時間會比較短 所以我們就知道C的週期會比較長 然後A的週期會比較短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圖形 我們這個圖形裡面所顯示的重坐標是週期 橫坐標是擺動次數 那麼同樣一個單擺 它的擺動次數跟週期是沒有關係的 相同的單擺它的週期是一樣的 所以它畫出來應該是一條橫的線 而不是一個成正比的斜直線 所以我們知道A選項是錯的 B選項也是錯的 那麼從剛才討論當中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個C的單擺的週期會比較長 A單擺的週期比較短 那我們的C選項是A的單擺的週期比較大 C單擺的週期比較短 這個也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看了只有珠 珠才是C單擺的週期比較大 A單擺的週期會比較長 比較短 所以我們答案應該要選擇的是珠 這個的正確圖形應該是珠